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好 我们今天要再来看这个紧张的战争 我们上次讲到 扫罗勉强献祭 不是因为信靠上帝献祭 为了要笼络人心 召聚军队在献祭 情有可原 但是理不可原谅 他知道单单依靠上帝就好了 那么结果他勉强献祭 被撒末尔责备 撒末尔也离开 百姓也离开 他剩下只有六百人了 怎么办 非利时人越来越多了 那么感谢主 有一个约纳丹 他就主动地出击 他一出击 虽然只有两个人 把费利时人阵营弄得乱七八糟 在撒末尔记上第十四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说 扫罗的守望兵看见费利时人 军众溃散 四围乱窜 就是大乱了 那我们说过扫罗啊 还看看是谁出去了 然后问问以福德 越来越乱 扫罗最后就跟弟子说 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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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时候是作战的时候了 二十节扫罗和跟随他人都聚集到战场 看到非利时人用刀互相击杀 大大慌乱 那这个时候呢 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时军的西伯来人 哦 这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真是也是很不忠贞啊 所以后来啊 大卫的军队里面也有人说是 不生二心 我们对上帝不要生二心 我们专心对上帝 我们对人就不会生二心 不会招勤募主 墙头草的 对我们的婚姻感情也都是这样 以色列人生了二心 因为扫罗也是二心啊 他从全然依靠上帝到要笼络人心 他只要有神心就好了 不是说我们不要人心 而是对人的忠心是建立在对神的忠心上 对神忠心我们才能对人好 因为一切的良善从神来 很多人跟随非利时人 西伯来人 这人真是吃里爬坏 危机的时候赶快去墙头草跑过去了 现在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 那这我们当然也要说了 人的帮助真是枉然的 这些人会回头也是好 但是我们也从这里知道 人多么不可靠 今天帮你 明天可以又弃绝你 我们在春秋战国 甚至在民国历史上 有岛哥将军冯玉祥 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不是 真是墙头草 最近我看到一些回忆录 包括老总统身边的一些侍卫 老总统的贴身思维应该是最忠贞的嘛 而现在也写出很多不堪入目的一些事 是不是真是我都不知道 人的忠心真是很有限 好了 扫罗现在就赶快去追了 扫罗追 以色列人追 二十二节藏在以法连三地的以色列人 听说非利时人逃跑 也赶快去追 人都是这样 真的是敢买股票一样的 拼命买 每个人都搭错车子 又拼命卖 又双倍的损失 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得胜 一只占到伯亚文 就一个人 就是因为约纳丹 所以不在乎你献祭 不在乎你的形式 在乎你是不是信靠上帝 那扫罗呢 约纳丹得胜了 那扫罗呢 又犯错误了 你就看到他优柔寡断 而且在断的时候又断错了 十二四节扫罗叫百姓启示说 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 吃什么的必受咒诅 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 就极其困背 纵民进入树林见有蜜 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 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 因为他们怕那誓言 约纳丹没有听见 他父亲叫百姓启示 所以伸手中的杖 用杖头粘在封黄里 转手送入口内 眼睛就明亮了 哦 这个他写得很仔细啊 你看扫罗啊 一只延误军机啊 该攻的时候不攻 一只手在那里不敢攻不敢攻 到了敌人大乱的时候 也不敢攻 要问这问那问这问那 到最后实在是 非力士人自己杀自己的才去攻 一攻呢 他又攻过头了 你攻也要想到人的体力有限了 不准吃饭 拼命要去打仗 把敌人通通杀完了才能吃饭 人不是铁打 铁打得也有泪的时候 金属也会疲劳 何况人呢 他这时候你就看到他糊涂了 做决定做错了 我们自己看历史上面啊 学教训啊 真的需要一个头 清楚的头脑 因为每种教训都可以学 也都不可以学 有人的政策是快 有人的政策是慢 有人的政策是 是闪电战 像汉尼拔就是这样子 希特勒也是这样子 亚历三大也是这样子 有人是慢 后来把汉尼拔 把加太基打败的 那个费边将军 就是慢 拖 快慢都有可学之处 也都有不可学之处 运用之妙 成乎一新 那么扫罗就是 该快的时候不快 该慢的时候不慢 我们不讲世界上的战略 或者商机 或者是这些 我们不讲 因为我们不懂这些 这也不是我们的内容 我们要讲的是 你去依靠上帝 不管是商人 是军人 是老师 是谈恋爱 我们都可以因为信靠上帝 而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而且在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决定 而且持守这个正确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扫罗没有智慧 因为现在他最关心的 只有一个 就是保住王位 王位是好的 是神给的 但是神说不要久 你就不要担心嘛 好吗 不做王 省得麻烦 不是也很舒服吗 事实上我们从几下可以看 王位不久 未必是说 你以前万事变成千事 也可以说千事变成百事 未必是说 你一定就马上不做王 只说王位不久嘛 神找到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也可以是约拿丹呢 你为什么要想得那么紧张呢 越紧张就越没有智慧了 利令智慧 乱也令智昏了 一昏就昏到底了 该供的时候 懦弱 等到胜利的时候 又失去理智 供到不准吃饭 大家都累死了 如果他叫百姓吃一点东西 再去追的话 可以获得更大的胜利 约拿丹没有听到 约拿丹就吃了 吃了眼睛就亮了 这个当然跟伊甸园的情形 是类似的 倒不是说约拿丹犯罪了 而是说扫罗犯罪了 也在说什么 那个效果 好像分别上个树上果子一样 神奇啊 一吃眼睛就亮了 我们疲倦的时候 大概也有这样的经验吧 立刻就明亮 他讲得很详细 碰一下 然后送到嘴里 也可能是很累了 不想用手 想要大量吃一点 二十八节 百姓中有一个人对他说 你父亲曾教百姓 严严的启示 说今日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 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约拿丹说 我父亲连累你们了 父亲连累你们 早点该快攻击又不快 现在该休息一下又不休息 你看我尝了这一点 眼睛明亮了 今日百姓说 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 击杀的非力士人 岂不更多吗 这里当然也有很多 属灵和属士的教训都有啊 什么时候应该休息一下 什么时候要趁神追击啊 我们在圣经里 也有看到相反的 有的时候趁神追击哦 积淀也有这样的情形 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人击杀非力士人 从密末一直到亚 亚伦 百姓甚是疲倦 疲倦到最后呢 他们还是要吃 就急忙将所有的牛羊和牛肚 宰于地上 肉还带血就吃了 这个吃的罪过呢 就是他们吃了带血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不单是扫罗的问题了 这个是上帝说不可以 但他们实在太饿了 太累了 所以到了日落 就是那天已经完了 可以吃了 可以吃的时候呢 但是你起码要把血能够流透啊 还带血就吃 实在太累了 示范了耶和华的规定 但是这是扫罗造成的 三十三节有人告诉扫罗说 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 扫罗说你们有罪了 多么容易看到别人错 你们有罪了 对了是有罪 可是罪魁祸首是你扫罗 本来不必 这一切是一个美好的大圣仗 反败为圣 也是上帝怜悯你 给你这么好的儿子 你就是因为离开上帝 做的决定都不对 还说你没有罪了 把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这个大石头滚到这里来的 要足坛的 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 宰了吃不可吃 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 这些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为耶和华筑坛 因为这是一场大胜利 我们就想到 他如果早一点有胜利 就足坛也是好啊 亚伯拉罕也足坛了 大卫也足坛了 我们说过足坛献祭是好的 但是这一次呢 好像也是晚了一点 扫罗说 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费力士人 抢掠他们直到天亮 不留他们一人 宗明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祭司说我们应当先亲近神 注意啊 扫罗这时候说这话 是不是也很笨呢 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费力士人 我们不如 大家已经快累死了还去追 先休息一下吧 各位我再说快慢很难说的 后来扫罗追大卫是很急的 那不应该的 后来我们甚至看到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要追大卫 在战略上也是应该赶快追 但是那跟现在情形都不一样 现在扫罗军队是太累了 应该休息 所以呢 百姓就说你看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那没有讲像刚才 那个替约纳丹拿兵器的少年说的 他说我会跟你同心 他们没有说我跟你同心 意思我们很累了 我们不想 而且你不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实在已经把我们累坏了 祭司就说先问问上帝 我们先亲近上帝 这是扫罗的错 你急什么 你应该问上帝的时候不问上帝 你应该体恤百姓的时候不体恤百姓 扫罗就问 三七节扫罗求问神说 我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可以不可以 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中不交 这日神没有回答他 神不讲话 扫罗说 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这里 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 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华 其实就是我的儿子约纳丹犯了罪 他也必死 哎呀何必讲这么大话呢 他大概以为绝对不是约纳丹嘛 约纳丹是好孩子 顺服父亲爱上帝 怎么会犯错 各位什么话不要说得那么满 不是说我们要谨慎小心 而是说我们真知道 我们什么都不能保证的 所以在真言里讲说 你不可以 不可以做保 那并不是说不要帮助人 而是说你是谁啊 你能保障人吗 你能保证人是怎么样 你自己都不能保证 我想我们是可以做保 是可以帮助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你没有办法保证任何人做任何事 人心不在你的手里 扫罗这里跟四世纪十一章 耶父他一样 也是随便许愿 许了愿以后 结果害得自己女儿会死 或者是终生不能嫁娶 我儿子冤纳丹犯罪也必死 他怎么没想到 是他自己犯错了呢 整个今天这件事情 上帝最后让他停止了 我想也是好 因为扫罗这时候太糊涂了 他承受不了胜利的欢喜 他也承受不了 众名善趣的恐惧 他不是一个领袖人才 说起来连项羽也不是 是他是西楚霸王 他立拔山西气盖式 但是他的胸襟 他的眼光不够 不如刘邦 扫罗也没有 他怎么可以现在讲这话 讲这话 危害的是你的儿子 百姓都不讲话 这时候你都看到 扫罗不像一个领袖 没有明星 这么大的胜利 人家不跟随他 为什么 人家想跟随约纳丹 扫罗就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站在一边 我与我儿子约纳丹也站在一边 百姓对扫罗说 你看怎样 好就去行吧 我们也没办法了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话扫罗都没有想到 是我自己错了 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求你只是实行 于是撤迁 谁有错 一撤 跟那个 他们这样问 像选王一样 也像找那个 那个耶利哥城以后 艾成失败的 罪魁祸首是谁 那时候没有侦探 只好这样找 一找居然找到是 扫罗和约纳丹 百姓都无事 再撤 结果是约纳丹 扫罗对约纳丹说 你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约纳丹说 我实在 以手里的杖 用杖头 沾了一点蜜 藏了这一藏 我就要死吗 约纳丹说 我真是冤枉 约纳丹没有讲说 真是你该死 当他不会对他爸 说你该死 他才说 我这样就该死吗 我不知道他没意思 今天应该颁给我一个 青天白日 光华勋章 我造成大胜利 结果怎么样 我要死呢 各位 你看 这整个一层 真是糊涂 这糊涂就是扫罗的糊涂 怎么最大的功臣 甚至唯一的功臣 要死呢 当然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天犯罪的人还不少 就先吃来讲 约纳丹犯了罪 就吃血来讲 百姓也犯了罪 为什么抽出来的 撤签撤出来 是约纳丹呢 就糊涂来讲 是扫罗犯了罪 为什么撤出来 是约纳丹呢 我想整个事情 是上帝要提醒扫罗 当然不是说 我觉得不是上帝 要定约纳丹的罪 是要叫扫罗 反省一下 你很糊涂了 我说你不应该 做以色列的王 你不能做得久 就是因为 你这个心态不对 我拣选你的时候 你给你一个心心 一个心灵 成为一个心人 你会谦卑地依靠我 那时候你可以 后来看到你 不能成大师 太容易急躁 急躁一做事就乱 各位有些人 我是觉得真是有领袖 领袖那个才能 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 不管是打球的 运动员 或者是将领 或者是政治领袖 或者是军事领袖 就是可以临为不乱 越为他越镇定 越知道怎么做 不是领袖就越为 就越乱 我想一般小老百姓 像我们大概都是这样 你不能领导的 经济乱的时候 政治乱的时候 军事乱的时候 他就看出来 怎么做 而我们就是人云云云 乱得不得了 扫罗不是 上帝也是爱他 你不继续依靠我 我看你会越来越乱 我看你国位不要久了 这是爱他 希望你活长一点 也爱百姓 我们可以把这个想得非常好 我选另外一个人 你就好好休息吧 可能也是约纳丹 扫罗从那时候 就更乱更紧张 因为他太爱这个王位了 王位儿子 都是上帝给的 但是变成我们的神就不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没有一样东西 可以变成我们的神 只有神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儿女 爱情事业 通通不可以是我们的神 那什么样东西 变成我们的神 我们不能没有他 扫罗就是 他不能没有王位 你看他所有的错误 就要保住这个王位 就越来越糊涂了 约纳丹你做了什么事 扫罗你做了什么事 你该快的时候不快 该攻的时候不攻 该叫人休息的时候不休息 都是你的错 约纳丹就觉得很委屈 扫罗说你一定要死 他为什么要死 因为他已经说下重话了 任何一个人违背了 犯了罪 抽出来就要死 这样才能显出他的威严 这个君子一言 司马难吹 这个将军国王的命令 哪能收回呢 要不然不重则不威了 你一定要死 要不然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又说了随便读咒的话 神后来真的是罚他 都是他自己制造的 好 百姓就对扫罗说 约纳丹在以色列中行 这样大拯救 岂可使他死呢 断乎不可 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士 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 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 于是百姓救约纳丹 免了死亡 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一场大胜利到最后 很不幸地结束 而且扫罗不向领袖 都是百姓在说 百姓说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到后来就这样 他不能够把约纳丹致死 百姓要跟他做对了 他要得民心 更得不到民心 人更觉得他仇恶 我想约纳丹在这个时候 也真是很难过 怎么我爸爸变成 这样一个优柔寡断 做事举其不定 而且一定就定错的地方 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都要小心 有其他的神代替了耶和尔 在我们心中 我们判断就错误了 可是我们看 扫罗还是一个英雄 神也还是在使用他 诗诗七节 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 常常攻敌他 视为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亚人 亚门人 以东人和 索巴猪王 并非利士人 他无论往何处去 都打败仇敌 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 救了以色列 脱离 抢掠他们之人的手 你看扫罗是有很多的权力 神给他力量 神还是帮助他 你的国位不会长久 但是神还是与他同在 神还是怜悯他 在这个乌龙 我觉得真是一个乌龙事件 是一个大声的事件 后来变成乌龙的事件里面 也看到上帝还是很怜悯 恩待他 他继续说攻击人 然后拯救人 他是很勇敢 四十九节开始 又讲到说 扫罗的这些儿子 女儿 元帅 也有很多人跟随他 五十二节 扫罗平身 与非利士人 大大征战 扫罗遇见 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都招募了来 跟随他 好 我想 四十七节以后 扫罗不在一个 那么危急的状况中 因为这到底 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非利士人也逃走了 虽然我们相信 那天如果他做的 决定对的话 是会有一个更大 更彻底的胜利 但是 他没有把握好 没有把握好 还是危急解决的 他的声望 也可以更高了 起码他和约纳丹的 声望是更高了 因此他不在 太大的危急中 那么他的 不在危急中 他会去依靠上帝 不在危急中 他心情比较平静 不在危急中 他不会乱了阵脚 所以神也使用他 我想这就是 一般人常有的情形 跟我们一样 平顺的时候 敬畏上帝觉得不错 一急就乱了 一危险就慌了 那神也祝福他 也有很多的勇士 都来跟随他 所以即使是扫罗犯了 一次很大的错误 一次因为 勉强来献祭要笼入人心的错误 以至于他的国位不能长久 但是神还是怜悯恩待他 而可惜他又犯错了 又犯了大错 不是说战略上的继续 战术上继续的错误 是神叫他灭掉 他没有灭掉 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一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 我告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马利人 怎样待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都没有忘记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马利人 灭尽他们 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 吃奶的病 牛羊骆驼与驴 尽情杀尽 好 这个撒末尔再去对扫罗说 耶和华才我告你 你作王 作王一定要记得 听上帝的话 我想撒末尔这个时候去讲 也可能一个原因 我们从十四章后面讲 就是扫罗的声望相当的高了 有这么高的声望 那么你千万要记得 要听上帝的话 那么现在你声望高 人力也足 所以去击打亚马利人 击打这些迦男人 亚马利人 我们在四十八节 十四章四十八节 看到亚马利人 常常攻击以色列人 你现在要好好的 消灭他们 神没有忘记 神什么都不会忘记 包括亚马利人 曾经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 怎么对待呢 我也跟各位一起看一段圣经 在生命纪第二十五章 第十七节 生命纪第二十五章的 第十七节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亚马利人在路上怎样带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疲乏困倦 急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 并不敬畏神 这叫趁火打劫 在俄巴迪亚书里面 也讲到 以东也是这样 神非常不喜欢我们趁火打劫 伤害弱小的 弱小的有罪 神永会对付他们 但是我们不可以趁火打劫 亚马利人有这个特点 不过我们也看到 趁你们疲倦的时候打击你们 扫罗也有点犯这样的错误 在十四章里的战争里面 他也是一直让以色列人疲倦 虽然不是趁疲倦击杀他们 但是也是没有体恤民间疾苦 这是扫罗的毛病 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有 你要击打他们 好 我们这里又看到了老问题 男女孩童吃奶的都灭掉 这太残忍了 这是我们用人间观点讲 事实上 人如果能够早一点离开 罪恶的世界 尤其是吃奶的孩童 他们可以到主内 最少他们不要继续的犯罪 免得在地狱里受更大的苦 这并不一定是坏事 那我们从心愿来了解 要把这一切的杀害 统统灭掉 那我们就要想到说 是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 我们除恶无尽 以福所书第四章就讲 不要把这些苦毒放在心里 我们在讲哈达的时候就讲过 不要把苦毒丑恶放在心里 爱不计算人的恶 爱不计算恶的 那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也讲到 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能相干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讲到 要把这些念教除掉 我想都讲一件事情 不是说我们离开世界 不是我们自命清高 而是说我们常常求神 时时刻刻求神 让我们心中没有那些邪念 不要单言在那些邪念里面 好 在旧约的时候 那个邪恶的是外在敌人 其实也是我们内心中的 包括扫罗自己 最大的问题不是亚玛利人 不是费利士人 是扫罗自己 好 神要扫罗去攻击亚玛利人 扫罗也做了 在第四节扫罗就聚集百姓 在提拉因 有二十万步兵 还有犹大一万人 扫罗到亚玛利的京城 在古中设下埋伏 那么也先跟基尼人讲说 你们离开哈 我们不要一起消灭你们 因为你曾经恩待过以色列人 于是基尼人就离开了 然后就是一场战争 扫罗也打圣了 又打圣了 是非常大一场胜利 从哈非拉一直到埃及 然后申请了亚玛利的王 然后拿到了很多的东西 感谢主又是大圣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大圣当中 大圣之中 居然产生了一个大败 非常可惜的 我们常常真的是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是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他又忘记上帝了 又没有遵循上帝的话了 胜利带来失败 有的时候 失败也带来胜利 如果我们谦卑 但这个是胜利带来的失败 这是怎么样一个失败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 愿上帝赐福大家